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杀得猴侄 我明白 没有一条心思熟虑的路 会宣扬跨越或者跨越所需要承受的痛苦 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能对此无知 或者误导他人 事实上 抵达对岸 会将人类极限伸展到断裂的边缘 而请不止一次 而是一再重复 谁又可以承受呢 基督教用十字架当成是核心的象征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白纳迪特,罗伯茨 我怀疑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发展的阶段 就好像朱利目前所经历的那样 快速进展 而且又维持今来 不管要用多长时间 这个阶段永远都不会慢下来 永远都不会停顿 只要还有燃料 火炎 就会红红地燃烧 每一天 有时是每一粒钟 都会是一场全新的游戏 因为玩家 是全新的一个人 一个更单纯 更无负累 更不虚假 更觉醒的人 死火了 我的危机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 我真是可怜 我的彻底崩溃 并不是好像我预期的那样 所以我可能要慎下 就好像一个被人中坏了的小朋友 去慎下 我真是一只没胆鬼 我觉得自己真是很丢价 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就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避开 没有人可以轻松度过 就是这样 今天做不到的事我明天会做 细细步 一次一步 一次一步 我只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事 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走得那么远 来到这个关头 每天我都走得更远一点 完成了更加多 而且我知道得更加少 了解得更加多 现在我完全明白 究竟什么是 每天都惊讶于自己 昨天有多幼稚 当然看起身 没可能 我连看都不应该看 为什么要看 是想令到自己灰心 转住 转住 下一件事 就是唯一的事情 而下一件事 可能会杀死我 看着下一件事之后的事情 我发现 这样根本不可能会完成 但是上一件事 曾经是下一件事之后的事 而现在就已经在我后面了 所以 我又知道了些什么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可以去做下一件事 下一件事就是唯一的事 朱莉 将她家人所养的那只金墓 Tally 带了在身边 因为她的家人的规矩是 所有 使用度假屋的人 都要带一只狗过去 让一只狗可以陪下她 或者保护她 她在那里 并不会见到很多外人 她用了很多时间散步 可以在树林之中 走几公里 而见不到其他的小木屋 她必须炸车 去到三十多公里之外的集货铺里 买一些生活用品 而至于其他东西 就要去几个车程之外的 一个大学城那里才找到 为了上网 她必须使用某一种昂贵 而且不稳定的无线联机方案 她以能量棒 水和咖啡为生 连她狗吃的东西 都比她要更加之好 当我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就知道 没有谁经历过 宗教没有经历过 所以 它算是什么了 达赖喇嘛没有经历过 但至少它承认 我一想起 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奉为神明的那群仆 我简直想作呕 老师 导师 灵性向道 全部都充满自我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 来过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 经历过这一件事 所以他们算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骗徒 只是得把口的可怜人 我见过伟大的圣人 私行奇迹 心里面充满着崇敬之情 就好像自己来到了上帝面前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为什么那么在乎 圣人和奇迹的呢 令到死人复生 在你的屎屁里面 拖一只马仔出来 谁在乎啊 神经病呀 拉下我的手指 我就会给你奇迹了 拉奇迹出来干什么呀 我一想起 那些被我当成是 灵性老师的人 想到他们不停地 在这儿胡说八道 什么更高的意识状态 和神圣的爱 我简直就目定口呆 小朋友 把糖果卖给另一个小朋友 真的这样的 我每天都看你的书 记得 你说得很对 全部都在书里面 有时我会用圣经占卜那一招 在心里面讲个问题出来 然后就揭开本书 之后就要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虽然可能并没有那么快可以看得出来 但你说得对 宇宙是魔法 是全然的魔法 我就是宇宙 宇宙就是我 全部都是魔法 有些什么不是奇迹 没有任何的东西不是奇迹 不属于奇迹 不属于我 在写这一堆东西之前 我刚刚就以圣经占卜的方式 翻开了你本书 结果就看到这段说话 我和其他人一样欢喜快乐 但驱使人追求真相的不是快乐 而是不想继续讲大话的激烈狂言 不计代价 不管后果 这些并不是关于更高意识 自我发现 或者在陈世之中找到天堂 而是关于血 在把剑上面凝结成块 是关于佛陀腐烂的骨头 以及将自己扔入火堆里面 其他任何的说法 都是在贩卖着 那些并不存在的商品 我知道你 记得 我知道你是什么 我知道你并没有讲出来的那部分 我知道你在哪里 是怎样抵达那里 你当初也是这样 也曾经那么害怕 你也曾经这样 时刻被恐惧和疯狂所拉扯 你的状态是不是就像这样 我做得对不对 我去不去到那里 但是并没有那里 是不是 我知道你在书里面说过 你从来都未真正相信 你可以捱得过 但是这样并不表示我会捱得过 太难了 我不知道另一边是什么 我想到你 看你的书 紧紧地捉住这个想法 那里一定有些东西 天啊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去骂人的 我坐在电脑前面 充满着强烈的情绪 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我的领悟 关于回顾的那一部分 我问你说得很对啊 我回来看回我一个星期之前写给你的东西 就只有思想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思想到底又是什么呢 思考者又是什么呢 思考者会不会只不过是思想的总和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基础 当思想消息的时候 还剩下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应该在这种问题上面 不停地团圈的 这样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头脑 在暂停的期间四周游斗 多谢你推荐的书 太完美了 我本来就卡住了 还以为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 我好像一直都会这样想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样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我确定自己无法摧毁 但是我摧毁了它 我看穿了它 每一步都是它自己的高杀 如果一年前你告诉我 杀德猴雀将会是我的灵性导师之一 我可能会掌握你一把 我有几次看过它的信之后 提供建议给它 我通常只会告诉它 在哪里可以找到锁匙 让它可以打开墓前 挡住它的那道门 我建议它吃能量棒 我担心 如果没有给其他的选择它 它可能会靠吃通粉 和娱乐为生 建议它看杀德猴雀的书 是为了给它 可以理解动机梁线的 自私之类的事情 它被卡住的地方 杀德的乔斯亭 或语美德的不幸 这本书刚好就有那个门的锁匙 而且因为这本书是公共财产 它可以在网络上下搜导 快速瀏览它需要的部分 所以似乎值得建议它这样做 虽然是来自不太体面 靈性上不太正确的来源 我不认为杀德的书 会经常被当成是靈性答案 但是锁匙的来源 不由得你选择 有些锁匙你本来就有 有一些你必须自己打造 而有一些就必须自己去寻找 我开始看得出的 不是这一样东西 也都不是那一样东西 对于某一个议题或者争论 采取什么立场无关紧要 只要采取立场就会输 他会占有了你 拥有了你 我还未完全了解 但我开始看得出 维德漫画 战斗以获胜的方式失败 我开始了解他的意思 就好像事情的成败是次要 重要的是你参与的程度 我想意思是 如果你参与了战斗 你就无法摆脱战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事情是这样运作的 我想要了解问题 于是乎继续吞下去 最后终于到了开始了解问题的地步 这样似乎肯定可以提供到答案 这样并不是科学研究 或者是解方程式 不一定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样也不是关于回答问题或者解决麻烦 而是去摧毁他们 这样做是全然 明白和清晰地看到一个问题 让你可以令到他消失 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各楼里面的不单只是我的一些人格特质 所有构成我人性的东西都在那里 我扮演过的每一个角色 穿过的每一套戏服都在那里 一切都不会留下 现在我看得出了 一切都不会留下 我所知道的一切 记得都是来自你 来自你讲过的说话 你的书 就好像你所说的这样 就好像是在山上的小路 突然间滑走 发现自己在充满泥灵的斜波上面滑了下去 速度足以令到人跌断条颈 最后以跌断条颈的速度滑下斜波 就成为了现实了 这些就是我的现实 以跌断条颈的速度滑下斜波 我知道会结束 就算我不相信也好 我知道结束之后是些什么 就算我无法想象 第一步就是最后一步 我知道我再都没办法体验脚踏实地了 应该说脚踏实地的幻象 没有什么实地 因为并没有什么是坚实的 只得未知 我们见到的这些 朱利所写的直言片语 并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 这些文字之所以被选择出来 是因为他们展现了过程的本身 他对过程的觉知 他对过程的持续发掘 以及他对过程的关系 他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他自己 对大众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的燃料来源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他妈妈 很夸张地占据了朱利大部分的脑袋 另一个是令到朱利燃烧得更加猛烈的东西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所接触到的那一大串的灵性导师 他们尤其令到他觉得遭受背叛 他用了几百页来斩杀和分解各种的灵性教义 看得出是什么吸引了他 然后照亮了他内在的那些东西 不过我们不准备看完他整个过程的实际内容 而只是看一下这个过程的本身 观察某一个人那把独特的锁和锁匙 那不如去留意一下 应该如何去确认锁的类型 和应该如何找到那把锁匙 我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一件事 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很多的事情 我本来认为没可能的 现在我明白 那些真的超出了没可能几光年 我进入了这个概念上面的角楼 以为可以让我调查探索自己 可能可以清掃和整理一番 然后我慢慢明白 我来这一道不是要探索 发现或者揭开些什么 不是来清掃整理 而是过来这里摧毁 不计代价地移除一切 完全清空这个空间 然后从零开始 我的工作是清空这个空间 抹干着墙壁和地板 给明亮的光线和空气进来 然后一旦我重新取得这个空间 只要我想要 只要我存在 我就可以重新将东西带进来 那些很小的东西 一次一样 而且每一样都是由我仔细挑选 矛盾的地方是 这一堆东西就是我 所以当这些垃圾被清空之后 那么还剩下谁呢? 我不想办到我好像知道这样 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我改善 而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 因为我并不是我 所以我必须死掉它 必须被清理 之后就什么都不用考虑了 只有这样 我才可以拿回我自己的空间 看了你本书我就应该知道 这些才是对的 记得 但这些事情没有办法依靠阅读而得知 正如你所说的这样 看老师在黑板上演算数学是没用的 你必须自己去计算 如果不是 答案就只不过是空谈 现在我开始明白某一件事 那些就是你跟我说了一千次 我也不会了解的事情 我来到这里 不仅仅是要清理空间 还要过来宵夜 这个阁楼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火楼 它已经是一个火楼了 这里是我燃烧我的地方 我已经感觉到热 整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这些就是正在发生的一切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 我的身体很不舒服 我因为这种持续增长的了误 而不舒服了很多人 我宁愿死了它 也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我宁愿接受酷刑 也不想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无法继续 也不愿意继续 我以为我可以 但是我不行 我见到无法接受的未来 没有任何好的结果 没有人受惠 没有任何事情改善 没有任何事情变得更好 只得空谋 空谋有什么意义 我必须摧毁一切 连好的美丽的都不例外 这些是继续前进的唯一道路 所以我无法继续 好好 我将好像奴隶一样的受苦 被无知囚禁 我不在乎 我又算得上是谁 居然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到 没有人真正可以做得到 没有任何的女人可以 当然 也都没有任何一个母亲可以做得到 真是好打人惊 好恨恨 好令人嘔心的事情 结束了 我真是蠢了 我受救自己了 我真是好希望 干脆地一死了之 每一步都是一座神 这条路就是这样 这一段里面 他提到过 我 那个我 要死了他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他在叫你自杀 大家千万不要扭曲了他的意思 也不要成为你轻生的动力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YouTuber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一点 好了 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本集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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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